第八卷第三章 相间合集 拓拔也从林中出来 吃油六侯爷新九姑等人就纷纷的围上 吸嘴巴舌 六侯爷皱眉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怎的珍珠竟突然说要回东海去了 是不是你小子说了什么 让他难过的话了 拓拔也早知众人会有如此疑问 苦笑不语 六侯爷对他性情也颇了解 又对珍珠了如指掌 见他这般神情心下了然探讨 哎 罢了罢了 或许这样对珍珠更好些 拓拔也讨 明日一早 侯爷 你便带着珍珠 与九姑 柳浪 猴子 补运算员一道 先回东海吧 新九姑 闻言大吉 道 没有救出千千 我死也不离开大荒 成猴子与流浪等人 初回大荒不久 还未玩够 哪肯如此回去 当下也纷纷各找借口 拓拔也摇头道 眼下大荒 动乱四起 土族似乎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行动 太过引人注目 反倒不力轻便行军 你们先回东海 与陛下好好记忆 最好 能在我和持友 救出千千之前 先反复滋扰 墓足沿岸城市 找到并协助雷神东山再起 使得勾芒老妖 疲于奔命 无暇顾忌火族之事 流浪点头道 不错 眼下最可怕之事 便是勾芒老妖 坐稳木族局势 与水妖 以及火族 烈壁光臣等人联合 倘若有了水墓两族的支援 烈壁光臣 想要动什么手脚 就更方便了 即便烈侯爷与助火人也奈何他不得 一旦烈壁光臣控制火族局势 必定要以千千和助火人 作为垫脚石 爬上赤地之位 那时千千便危险的紧漏 拓跋也道 所以我和持友 必须尽快取回七彩土 将琉璃圣火碑粘喝 抢在烈壁光臣有所行动之前 将赤地从塔中解救出来 而你们必须尽早回到东海 不断打击 扰乱木妖 水妖与火妖的计划 保证他们不能顺心如意啊 辛九姑等人 见他所言极有道理 一时也无话可说 虽然心中仍是老大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想到他们因为假到灵山 已经耽误了几天的时间 众人心中都忧急起来 当事实 呼听山下远远的传来 地动山摇的响声 众人掉头望去 却见火炬漫漫 那数万土族大军穿梭调动 互为鸡脚 正缓缓朝着灵山脚下行进 天空中怪叫如潮 昂首望去 四面八方有无数大鸟盘旋飞来 鸟上有不少进庄卫士 瞧那打扮也是土族的兵士 众人见来者不善 心中大旗 纷纷猜想 难道是那灵山石屋 没有将鸡远旋带来之人的病情治好 鸡远旋一怒之下 竟下令进攻灵山吗 正胡思猜想 忽听鸡远旋叫道 拓拔太子 从那巨树下昂首走来 拓拔也对他先前暗中相助 颇为感激 见他走来连忙迎上 微笑道 是才多谢鸡兄鼎力相助 鸡远旋微笑白手道 拓拔兄严重了 鸡某还欠兄台一条性命呢 俩人相视哈哈而笑 拓拔也见他笑容中 略带凝重 眉宇之间满足忧虑之色 便道 鸡兄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鸡远旋目光开动 抽出片刻 突然弯腰形大理 叹道 鸡某正有要事 恳请拓拔兄相助啊 拓拔也连忙将他扶起道 不敢当 鸡兄有事 只管讲来 鸡远旋望了拓拔也身后众人一眼 面有为难之色 流浪等人拾去 纷纷道 走 咱们瞧瞧八郡主好了没有 只有吃油 窥然不动 拓拔也笑道 鸡兄 这位吃油 乃是我的兄弟 你有什么事 尽管开口 鸡远旋朝吃油微笑行礼 带要开口 皱眉凝神 似乎想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 微微一笑道 你瞧见山下 那千军万马了吗 吃油黑然道 这么浩大的声势 还能瞧不见吗 鸡公子的排场 果然大得很 鸡远旋微笑道 吃油兄弟 不是鸡某排场他 王亥将军所带的 这三四万精兵 虽是土足英雄男儿 但这次 却是来要我鸡远旋命的 雨出突然 拓跋也与吃油 齐齐惊疑一声 鸡远旋微笑道 鸡某虽然是皇帝少子 但线下 却是土足全族 通缉追杀的要犯 土足三十万大军 在遍地追击我 明日晌午之前 至少还会有两三万大军 从附近赶至这里 拓跋也提到 为什么 鸡远旋苦笑道 你可知我 让灵山十五 救治的病人是谁吗 是我父王 当今土足皇帝陛下 拓跋也与吃油 又齐齐大吃一惊 天下五帝之一的皇帝 竟然死了 难怪这一路上 总是瞧见 披挂笑带的土足军士 难怪连日来 土足境内 剑拔弩张 气氛诡异 俩人对视一眼 奇奇想到 母族雷神蒙冤 火族圣杯破裂 赤地被困 眼下皇帝又脱亡 实践上如此之巧 难道与水妖木妖等 都有关系吗 心中波涛汹涌 寒意森森 鸡远旋道 拓跋兄 赤油兄弟 鸡某知道 你们此次来我土足境内 是为了七彩圣徒 拓跋也二人 又是微微一惊 鸡远旋微笑又道 实不相瞒啊 前些日 我与父王便在雷泽城中 那夜无尘湖底大战 我们便在观战之列 宁鸡惨死 琉璃圣火碑失踪 拓跋兄拼死相助雷神 我们都瞧得清楚分明 心里好生敬仰佩服 当时鸡某便吉祥与拓跋兄结交 可惜当时局势混乱 我们身份又极是特殊 终于未能相识 不想几日之后 却在本族境内泄购 果真是有缘啊 他顿了顿又道 当时我便想 千千姑娘被火族抓走 拓跋兄吃油兄弟 不枉斥言成 却和火族八郡主一道 朝西北土族而来 那又是为什么 想来想去 难道竟是那琉璃圣火碑破裂了吗 拓跋兄为了救回妹子 必定要沾合圣碑 洗刷他的清白 八郡主也只有沾合圣碑 才能将赤地 从琉璃金光塔中救出 而天下唯一能沾合圣碑之物 便是本族七彩土 拓跋也心中佩服 微笑道 基兄英明 一猜变重 却不知基兄当日 与皇帝驾临雷斧 却为何没有人提及啊 姬远璇黑然苦笑道 哼 本族与牧族借地日深 雷神寿庆虽然广发情帖 但土族许多城邦 都是悄然前往 不敢让长老慧得知 父王与雷神交情甚笃 但由于身份特殊 为了避免长老慧的阻拦 才与我 以及二十多个亲信 乔装为普通土族使者 前往雷泽城贺寿 又叹息道 唉 在无尘湖底 父王目睹雷神 被监济所限 却不能施加援手 心中愈怒至极 幸好雷神前辈 福泽身后 又有拓跋兄相助 终于从容脱身 但是 谁想仅仅两天之后 父王自己便到 奸人毒手 拓跋也皱眉道 鸡兄 与皇帝既是乔装身份 隐秘而行 又怎会遇此不测 鸡远璇 惨然笑道 再好的田地 都有裂缝啊 我们的行进路线 虽然保密 但自然有人能够得惜 吃油心中一动 沉声道 是家贼内奸吗 自从当日 慎楼城被送一支出卖 他便明心刻骨 极为的敏感 鸡远璇探道 不错 倘若鸡某没有猜错 应当是家兄 鸡修兰受奸人挑唆 做出这等逆轮之事来 吃油吃惊到 鸡修兰 皇帝长子 姬修兰 乃是大荒 时辰之一的 黄龙真神 应龙的弟子 七岁之时 便曾空手降服 慢取山马 覆寿 十四岁时 以念力拔出 朝歌山上的 蝉龙逆天枪 十五岁时 一枪击败 土族大将军 侯尹之 十六岁 官拜土族 十大将军之列 永贯三军 被全族上下视为 西连土族大神 蛮胜转世 乃是大荒 年轻一辈中 超一流的人物 即便永汉及傲儒 吃油 也颇为击杀 姬远玄 惨然笑道 家兄长我十岁 又非一母所生 彼此之间 原以不慎亲戚 偏偏又有小人 在他身旁挑唆 捏造是非 近年来 他与我更加形如没露 三个月前 长老会再次提出 设立太子 大长老白驼 与家兄乃是翁婿 便提出 由家兄为太子 家兄原本就声名卓著 族人敬佩 若非他母亲 是水族中人 三年前 早已成为太子 眼下 水族在北侧 虎视眈眈 族人极为担心 更加不敢 奉家兄为太子 因此 便有一些长老提出 立姬远玄为太子 一言一出 历史有小人造谣声势 说家兄不能为太子 都是我姬某 在暗处所为 姬某虽然不是圣贤人 也想登为太子 但岂能做这种 卑鄙下流之事 家兄听信谗言 与我裂痕更深 父王担心兄弟之争 使得族内 原以不平静的局面 更为生乱 遂将立太子之事 搁置下来 一月以前 父王得知雷神受担 决定暗自前往庆贺 对外则称病不出 家兄身为土族大将军 肩负祖人安威 近来又是多事之秋 自然不能由他陪同 于是 父王便让我带了亲信随行 一来拜会大荒 十神之一的雷神前辈 二来也好长些见识 奇料 这隐秘消息 不知整生的走漏 又让家兄得知 家兄知道父王偏心 更加的生气 半夜间 入我府中 怒斥责怪 愤然离去 他素来沉默寡言 如此震怒 急事少见 机缘宣道 我生怕父王担心 此事便未向父王提及 突然重重一拍身旁拒束 谈道 倘若我将此事告知父王 多加防范 只怕就不会有这局面了 父王对外称定 暗地里与我们一道 来了雷泽城 偏巧就遇上了那惊天之乱 那日情形诡诈 巧合之事 实事太多 水族圣女 牧神勾芒 火族无回这些人 竟然尽数在场 实在太过计较 父王目睹雷神蒙冤 欲怒至极 第二天便启程 回阳须山 机缘宣沉声道 奇料我们还未出 牧族边境 便陷入重围 所有伏兵 都是来自五族的 一流高手 我们苦斗许久 才终于突围 一日之内 连遇七支组兵 不下千人 我所带的二十余名 亲信战死尽半 父王也身受重伤 那重重组兵 虽然本领极高 但毕竟来自不同的族别 彼此不相信人 又深怕被我父王 瞧出身份 许多绝招并未使出 事宜 我们才得以 一再逃脱呀 拓拔爷那一夜 在松树林中 与姬远璇卸构时 所遭遇的几十名黑衣人 无不如此 虽然身手极为厉害 但都相互的猜忌 严严遮遮 听姬远璇这般说 心有欺欺然 姬远璇道 当夜到了青山之时 突然遭遇六个超一流高手 姬某不敢妄自揣测 但这六人 无一不是五族先级以上的人物 以父王之位 也难抵六人之力 终于被他们封住经络 动弹不得 那六人将我们制服之后 竟以我的军天剑 将父王剁成十六段 拓跋也施油 齐齐师生惊呼 半赏方道 以你的军天剑行凶 想来是要嫁祸于你了 姬远璇目中气然 沉声道 不错 那六人杀了父王之后 历时扬长而去 我悲痛中突然记起锁鞋的炼神顶 连忙乘着父王的元神 依旧付诸于军天剑石 将散意的元神 收纳于炼神顶住 只要元神未散 虚体就算断碎 也终究有法子复合 拓跋也点头道 适宜姬兄 便护送皇帝的躯体 到这灵山上来 请求实物救之 姬远璇点头道 不错 索性 这一路行来 没有遇见 像那六人一样的超一流高手 在那松树林中 被流沙仙子 与那群追兵阻击时 又幸得拓跋雄相助 得以从容脱身 进入土族境内后 本以为已过险境 不想 一日之内 姬连遇见四支挂丧军队 才知道 父王驾崩的消息 已经传遍土族 这士军兴首 自然就成了机缘悬我了 我们行夜渐长 避开自家军队 赶到灵山 在山脚下 不巧卸垢一支真兵 泄露了行踪 不过半日功夫 王害将军 便调集了三万军队 将灵山重重包围 拓跋也二人听到此处 来龙去脉已大致清楚 皇帝姬远璇父子一行 秘密前往雷泽城之事 除了他们自身之脉 只有姬修兰指的 能对他们路线了如指掌 并派遣诸多一流高手 沿途阻杀的 只有姬修兰 白驼等人 倘若白驼 与姬修兰果真 勾结水妖 就更容易解释 何以阻击的高手 来自诸族 拓跋也沉吟道 姬修 皇帝眼下状况如何 姬远璇摇头叹息道 灵山始物 虽有通天之能 将父王躯体缝合如畜 但由于父王 是被军天剑所斩 想要伤口重新愈合 除了法术之外 还必须要以本族 朝歌山七彩土粘合 朝歌山七彩土 拓跋也与赤油心中聚着 突然明白 姬远璇想要他们相帮的是什么了 姬远璇目光炯炯地望着他们 沉声道 不错 拓跋兄 赤油兄弟 眼下我们三人想要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而且姬远相信 此次父王遭害 必定是水妖等外贼 勾结家兄周围的小人所为 神帝余化之后 天下无主 五帝会蒙在即 妖魔小丑 自然都按捺不住 要粉末登场 事已近年来 五族中都是动乱频频 赤油兄弟 令尊乔城主当年也是被水妖所害 才家破城王 拓跋兄 龙族历来被水妖欺压 眼下水妖又层层进壁 冲突在即 无论怎样看来 你我三人都是同仇敌忾 为何不一道取回七财土 联手挫败水妖的阉谋呢 他这番话简单明了 鞭辟入离 与拓跋野 吃油二人心中所想 完全一致 俩人对望一眼 哈哈大笑 突然高高扬起手掌 姬远璇大喜 也高高的扬起手掌 三人对视大笑 鞠掌护鸣 六侯爷 流浪等人 远远的瞧见他们 欢喜鞠掌 都大为诧异 呼听山下传来 震耳欲聋的喊声 似是无数军士 以号角同时宣奏 逆贼鸡远选 阴智奸诈 挑拨君臣 党同伐义 窃国阴谋败露 携皇帝而潜逃 欲与木妖雷某狼狈为奸 劫难天下 雷霄溃灭 孤立无援 竟残杀君父 丧尽天良 灭绝人伦 天地惧怒 人神共愤 数万军士 浩浩荡荡荡 从四面八方 朝着灵山 步步逼近 距离山脚 已不过无理 漫漫火炬 闪闪刀割 寿其四海 惊奇如林 六侯爷等人 听到呐喊之声 无不震惊 六侯爷 黑然道 妙极了 妙极了 太子殿下 最为擅长的 便是结交逆贼 今日果然 又结交了一个 又听了 山下的万千声音 又奇奇喊道 灵山圣地 其容逆轮 奸贼藏匿 实屋圣驾 万请负贼山下 山上人等 黎明前卫下山者 均视为 姬远玄乱党 一经抓获 格杀勿论 成猴子难难道 他奶奶他 格杀勿论 怎的咱们总是 卷入这等倒霉之事 补运算员 愁眉苦脸道 可惜啊 可惜啊 今日实挂都已算过 无法再补生一挂了 呼听巨树上 传来乌贤乌旁的怒吼声 他奶奶的 老子在这里动手术 这群悉尼混蛋 大呼小叫的 存心让老子出错 下不了台吗 快快叫他们滚蛋 乌罗乌记等人 唧里咕噜的 硬答一通 从那树洞中 悠悠飘下 巴乌怒气冲冲的 御风飞到崖边 朝下眺望 土族万千大军 一遍又一遍的 重复警示话语 山脚下等候 明日问诊的病人 被那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慑 魂飞魄散 纷纷向外逃离 只有少数人依旧躲在山脚帐篷之中 乌底乌叛怒道 他奶奶的 把老子的病人全吓跑了 老子让你们全变成病人 乌罗乌记道 病人 不好 看病 我们累 死人 好 不累 俩人颠三道四的重复了两遍 指尖一弹 一道金光弥漫 凝集为两只细小的号角 徐徐落到他们手上 乌罗乌记轻摇脑袋 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稍作酝酿 两腮突然一鼓 批屋壁 号角灯时发出刺耳嘈杂的尖锐杂讯 众人吓了一跳 仿佛千万只蚂蚁在心头攒动 又如同千万只猫爪在喉咙轻轻地抓挠 说不出的麻痒难受 心中奇奇闪起一个念头 生平听过的难听杂讯 以此为罪 芒不迭地将双耳栽上 拓拔也信道 与师姐姐的号角苍凉凄厉 洛基亚的号角诡异欺寒 但至少还有跌宕回旋的韵力 这两个妖精却是全无章法 和他们说话一样颠三道四 不可理喻 那嘈杂刺耳的噪音忽大忽小 滋意跳跃 听得成猴子等人哭丧着脸 恨不得以头撞树 只有灵山八屋喜笑颜开 拍手叫好 屋里诬陷摇头叹道 一呼吸五地六地之管月也 只可惊天地兮气鬼神 九转缭绕而上清空 回旋变化若黄河 此曲当自天上来 无等有幸聆听之 幸何如哉 幸何如哉 杂讯变化莫定 每一声都仿佛要将人的耳膜撕裂 心肺挖开 漫山遍野突然响起各种怪吼怒笑声 起初缭络尖利 片刻之间便如海啸雪崩 此起彼伏声浪正天 细细变去 少说也有数万只猛兽 在一起呼啸 势如滚滚风雷 当时将数万大军的号角压了下去 屋里屋屑又赞他 皆父 此非天籁之音乎 五地六地之管月也 感天动地 激发天籁之音 天若有情 也应泪下如雨 一夕 微微虎高山 汤汤溪流水 令人间之茶饭不思 肉味不食 长篇大富 滔滔不绝 比之那锅造号角 还要令成猴子之鼠痛恨发狂 乌贤乌旁奇奇地探出头来 大怒他 老子叫你让他们闭嘴 你们倒和他们比嗓子吗 他奶奶的 屋里屋屑再叽叽歪歪 老子打得你们屁滚尿流 汤汤乎流水 让他奶奶的茶饭不思 肉味不食 成猴子等人文言大快 起声探讨 皆夫 此非天籁之音乎 天空中 扑扑乱响 无数怪鸟 从山林中 冲天而起 黑压压的 在空中 盘旋穿梭 鸣蹄怪叫 不绝于耳 无数黑色之物 速速掉落 密集如两 星丑弥赛 正是漫天的鸟粪 六侯爷 忍俊不禁 哈哈大笑道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果真是赶天动地 即发天籁之音 天若有情 也应泪下如雨 以兮 空中怪鸟 越来越多 随着那噪音起落 高低盘旋 环绕亭山上空 飞翔不息 黑漆漆的山谷中 突然光芒绽放 五光石色 闪烁不定 原本被万千火炬 映得桃红的夜空 疏然变换颜色 横空掠过的 无数鸟影 也度上了 瞬息变化的层层色 山谷中 瘦吼如狂 提一声震动 脚下的山风 仿佛也在急剧的晃动 仿佛随时会崩塌 轰然声 响遍云霄 到处都是树木 折倒 拖叶之声 吃油青光眼 明神望去 瞧见 无数猛兽 湖水似的 从密林中冲出 将一切阻挡物 撞飞 在谷内 汇聚如滔滔大江 澎湃汹涌 朝着灵山下 发狂似的席卷而去 拓跋叶当年 在万里荒原上 曾经目睹 与师妾 以苍龙脚 玉使万寿奔腾 后来又曾与 柯汉怀等 数百游侠 纵横千里 迎面冲击 发狂的万千兽群 但二者 都是在平原之上 不似今夜 万寿自高山 猛冲而下 携带狂澜气势 席卷万物 宛如山洪爆发 另有一番 惊心动魄的感觉 目睹群兽呼啸奔腾 从狭长的山谷中 冲泄而出 朝着山下 皮统似的土族大军 闪电冲击 拓跋叶等人 都大感痛快 纵声长笑 高亢笑声 与那尖利嗓音 交相呼和 群鸟精飞 朝外 翱翔怒舞 于环绕于 灵山上空的 土族空中骑兵 层层冲击 登时 悲堤四起 羽毛 漫天飞扬 无数鸟狮 与土族军士 纷纷从高空 跌落 七声惨呼 吉远璇 咒眉不语 轻轻一掌 拍在身旁 大树上 目中满是 沉痛之色 拓跋也 心下了然 道 吉兄是在 可怜这些 土族军士吗 吉远璇 沉声道 他们都是 土族的英雄男儿 大荒一等一的 好汉 我们吉家兄弟之争 却要连累他们 抛头洒血 吉某 心中不安呢 拓跋也信道 这吉远璇 身在逃亡 却有王者人心 假以时日 必定是个 了不起的人物 更起 吉赏 敬佩之心 却见 万千兽群 滚滚汹涌 刹那之间 便如巨浪般 席卷到 土族大军之前 土族大军 肃目炎长 龙马骑兽 都以黑幕蒙眼 耳中塞棉 不知周围究竟 王害青铜大旗 缓缓地转动 土族大军 立时变换阵型 中路骑兵 快速后撤 迅疾而不慌乱 两翼战车 朝中移动 挡在阵前 层层叠叠 三排青铜战车 绵延近五里 将山谷出口包拢住 战车上军士将长矛 卡在卡口之中 万千长矛 笔直挺立 弓箭手高低层垒 错落四排 弯弓待命 投石车与烈焰车 也缓缓地驶上前来 等待就绪 青铜大旗 朝右下一转 灯石乱箭怒射 巨石如雨 朝着汹涌兽群 不停地攻心 万兽中不断有猛兽 被巨石砸中 背后倒地 瞬间被后涌上来的兽群 践踏而死 也不断有猛兽 被长剑接连射住 终于不知倒地 转眼化为肉泥 血肉绷建 腥味弥散 兽群怒吼 充施一狂 轰然声响 百余支巨大的 剑崖猛马率先冲撞 土族大军 密集的长矛 立时没入猛马的体中 猛马悲声狂惑 战车被控得退了仗鱼 腹背后面的战车卡住 终于稳住 但由后冲上的兽群 撞在那被长矛刺死的猛马上 当时又将猛马连同战车朝后撞退 如此反复地撞击 战车不住地朝后滑退 有些凶猛的猛马 腹伤狂吼 长鼻卷舞 悍然将整架战车卷起 抛甩到远处去 车上战士惨呼笛声 不是被长矛刺穿 便是被冲拥而上的兽群 撕成了碎片 插翅豹 狮虎 刀牙狮等善于奔跃的猛兽 纷纷从前方受伤捶死的野兽身上越过 接连不断地扑到战车上 与车上军士扭打撕咬 但再要跃起之时 往往被第二排战车上的军士乱箭射死 蛇颈独兽 班文寺等大型独兽 更为凶残汉勇 纵然被乱箭射得犹如豪猪 依旧狂吼喷毒 处者无不尖声惨叫 横死当场 兽群中许多见所未见的奇怪凶兽 奔腾飞跃 怒笑扑茧 急事的凶马 一只两肋长了三对长刀似的 坚持的猛兽狂呼着飞入土族大军 蜻蜓点水般在众人头上穿行 六翅霍霍 如刀挥舞 所到之处 人头似非 鲜血喷涌 被土族数十名军士长矛 齐齐刺穿 依旧怒吼跳根 灰翅将长矛齐齐斩断 斩杀六七人后 方才倒地身亡 拓跋也等人站在崖顶 眺望群兽狂奔 前扑后继的冲撞土族大军的惨烈局面 心中都不免危敢策然 屋底屋叛 眉飞色无道 看奶奶的 妙极了 妙极了 满地都是残枝断壁 假接的材料一年半载 也不愁了 无辜 巫针 猝顿道 五哥 六哥 这些人死得好生难看 我看 倒不如叫些虫子 给他们全尸吧 屋底屋叛大急道 万万不可 再来一些断腿 乌罗乌计不理 闭目摇头 鼓塞吹走 满脸 怡然自得 污里污陷 也随之闭目摇头 积极赞杀 空中漫漫鸟拳 将土族空中骑兵冲得溃散凌乱 盘旋浮冲 朝着土族大军宛如蜜语般冲去 青铜大旗 缓缓地转动 后方土族军士朝上次第弯弓 箭矢朝天击舍 鸟狮纷纷地坠落 但更多的鸟群闪电般冲击而下 拎起摔不及防的土族军士呼啸而去 啄破脑壳 吸食脑浆 而后丢下万丈高空 青铜旗前后摇摆 突然呼呼之声大作 数十面金黄色的翻伞旋转腾空 金光纵横交错 旋转飞舞 天上急扑而下的鸟兽撞着这金光 灯石丝生悲体 失落如雨 正是土族的收魂翻伞 土族大军在王亥的指挥下 迅速恢复阵地 前方大军井然有序的阻击冲撞 而来的如潮凶兽 后方大军则按部就班 对付漫天冲击而下的鸟群 人寿对战 仍是土族大军 稳战上风 号角声呼转 嘶哑嘈杂 尖力难当 仿佛瓦力 刮扫流离 众人虽然掩耳 仍觉心痒难遭 新酒姑突然发出一声大叫 继而珍珠尖叫一声 一路逃到拓跋野的身边 众人呼觉脚下冰凉 似有什么冰冷年华之物 从脚上爬过 低头望去 只见无数的毒蛇 以立蜿蜒 从林中游出 夹杂着万千古怪的虫子 由众人脚尖穿行而过 只有灵山八屋周围 没有虫蛇穿宿 拓跋野微微一笑 正想将珍珠抱起 珍珠却眼眶一红 双颊似火 朝六侯爷等人退去 在六侯爷身边站定 闭起双眼 不敢下望 全身速速发抖 六侯爷看了拓跋野一眼 笑道 如此美差 便由我来做吧 不顾珍珠尖声尽叫 将它猛地扛起 抱到怀中 珍珠面红而赤 怯生生地瞟了拓跋野一眼 想要挣脱而下 但瞧见地上层层涌进的虫蛇 也厚达一尺 到了六侯爷小腿 当时面色发白 闭上眼睛 不敢乱动了 拓跋野微微一笑 但心中却有些莫名的失落 众人站在数尺后的虫蛇流中 毛骨悚然 滔滔蛇虫翻江倒海 宛如瀑布似的落下悬崖 在山谷中与四面八方围惧的蛇群会合 朝着古派河流般涌去 兽群蛇群宛如两条平行的大河 在那刺耳难拼的号角声中 开始了新的一轮攻击 土族大军见无数毒虫 潮水似的涌来 灯使起了小小的糟动 青铜大旗挥舞两侧 军阵方才稳定下来 无数火箭羞羞羞破空直射蛇群 轰然声响 在大军与蛇群之前燃起了慢慢的火海 蛇群竟丝毫不惧 静自游行 火光熊熊 轻烟腾扰 风中满是烧焦的蛇肉气息 但那蛇群涌过 大火随之熄灭 无数的虫蛇 在厚厚的毒蛇尸体上 继续蜿蜒前行 终于 虫蛇如流水般 从土族大军的下方钻入 所经之处 马兽悲思若狂 青铜车上战士 纷纷惨叫倒下 战车严整的防线开始溃乱 兽群欢腾 发疯似的狂猛的冲击 波涛般一浪接一浪的越过战车 朝着后方的土族军事扑去 天上漫漫鸟群 密语俯冲 披头盖脸的猛击 收魂翻散 在群鸟接连不断的疯狂扑击下 扑吃连响 破裂了十余面 当时露出了些许空隙 鸟群 鸟群成细 猛冲而下 巨翼狂风 不断将土族军事摔得飞到树杖开外 青铜大旗 绕转挥舞 两翼的军事 不断地朝中间补充 填补缺口 皮筒似的将兽群重新 格挡在周边 但对于无孔不入的汹涌蛇虫 土族一时也没有寻到两方妙计 只得一面慢慢地后撤 一面派出大令军事 在第一道防线与第二道防线之间 迅速掘了几尺深 净杖宽的长沟 填入燃料与青色的盐绒土 等到第二道防线 所有青铜战车都已集结完毕 第一道防线的战车 军事交替后撤 退入第二道防线 预留的近百个小缺口 然后再自动融入第二道防线 但撤退的过程中 虽然井然有序 交错掩护 仍然被那兽群 冲拥的伤亡过半 兽群蛇群 慢慢汹涌 穷追不舍 将近那长沟之时 火箭嗖嗖破空飞绿 纷纷射入那长沟之中 砰的爆响 一条五六里长的火龙 灯石窜跳起来 熊熊火焰将蛇群与兽群 暂时阻隔在周边 缠沟之中 那青色的盐溶土仿佛液体一般涌动 随着火光一起跳跃 号角枝嘎吱咬刺耳 兽群咆哮冲撞 冲过火阵 猛兽双族一旦触及 那盐溶土 灯石化为枯骨 惨叫着 宛如烂泥般 慵软直至完全陷入盐溶土中 刹那间无数的野兽 悲乎吃脑 消失于沸腾的江土中 但兽群数目极多 奔跑太快了 后涌上的兽群 踩着尚未完全陷入 盐溶土的兽师 飞掠而过 朝着土族大军继续冲击 而蛇群 也不顾一切的穿行烈火 盐溶土 从后击的尸体上冲过 土族大军依法炮制 再次徐徐后撤 在兽群与蛇群面前 又留下了漫长的 深沟盐溶火阵 如此反复 山脚下的树林平地上 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猛兽 虫蛇 以及土族军士的尸体 姬远玄再也忍不住了 大步走到灵山八屋前 躬身行礼套 八位前辈 他们只是想要姬某的性命 并无对灵山不庆之意 还请前辈 手下留情 将这些神兽神蛇 尽数召回吧 乌气乌罗 依旧冲而不闻 自顾自地吹着金号 无辜无针叹息道 郡公子 瞧你仪表堂堂 怎的是个呆子 人家说你是逆贼乱党 要拿你的人头呢 你倒替他们说情 真是傻得没谱了 姬远玄道 贤子 想要拿我人头的 并不是这些军士 姬某不忍他们 网送性命啊 乌底乌判 瞪眼道 这奶奶的 臭小子 你倒我们是替你出头吗 老了他 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 竟敢跑到灵山脚下捣乱 不给点教训 那还成吗 拓跋也微笑道 两位说的是 这等狂徒 岂能不好好的教训教训 姬远玄一愣 不想 拓跋也会说出这番话来 乌底乌派 正点头微笑 拓跋也诱导 只是 灵山上的灵兽神蛇 都是极为珍贵的宝物 那些狂徒的贱命 连草剑也比不上 若是用这些珍贵神兽 去教训他们 岂不是太过可惜了吗 灵山八屋 齐齐一了 道 那倒是 乌记乌罗 正躊躇不绝 呼听山下 传来一个女子 清脆悦耳的声音 青药山 五罗 拜会灵山石屋 众人面色一变 姬远玄 诗声道 五罗仙子 五罗仙子 乃是土族圣女 素以公正言明著称 居于青药山上 不轻易下山 想不到今夜 竟也来到灵山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土族大军潮水似的朝两旁 分涌开来 一个淡黄色豹般长伤的美貌女子 踏空而行 衣带飘飞 翩然出尘 身后两个俏丽女童 怀抱长剑 欲风相随 当他飘然略至兽群上方的时候 汹涌呼啸的兽群 突然停顿 安静下来 就连那漫漫蛇虫 也突然停止了游动 五罗仙子三人 欲风急行 刹那之间 便已到了这悬崖之上 狮友传音道 武贼 这五罗仙子据说 与你的语尸姐姐乃是死敌 你可小心了 拓拔也大齐 待要相问 五罗仙子已经飘然眼前 当下宁神观望 见他眉如柳叶 眼似心悦 肌肤颖白如冰雪 双耳一对 金石耳环 灿灿声光 腰肢千细柔软 仿佛一只手掌 就可以握住一半 嘴角眉梢 虽微寒笑意 却有不怒自危的 凛然之态 鸡远璇 恭恭敬敬的 躬身行礼道 鸡远璇参见 圣女仙子 五罗仙子 淡淡一笑 道 你闯得好大的祸呀 声音如玉石激壮 说不出的 玉耳洞听 六侯爷 与流浪 但是心神尽罪 目光恍惚 鸡远璇 恭声道 圣女仙子 鸡远璇 从未做过任何恶事 无愧天地良心 抬头 坦然凝视 五罗仙子 五罗仙子 凝望他半赏 微微一笑 转身向乌姑 乌珍微笑道 两位仙子姐姐 久日不见 越发年轻 美丽了 乌姑 乌珍大喜 摸着脸颊 笑道 是吗 小妹妹 你也越发 俏理了 乌底 乌畔 乌记 乌罗四人 目愣愣地望着他 满脸痴迷 说不出话来 连号角 也忘了吹了 乌罗仙子 微笑道 此行仓册 来不及准备礼物 特带了十六瓶 寻草雪敷霜 给两位仙子姐姐 还请笑纳 两个女童弯腰 将两个玉石盒子 放在乌姑 乌珍的面前 退了回去 那玉石盒中 装了十六个精美的 玛瑙瓶子 每一个都将近 乌姑 乌珍那般高 乌姑 乌珍大喜 笑道 好妹妹 多谢了 五罗仙子 微笑道 聊表心意而已 朝着乌记乌罗 微微一笑道 两位前辈 山下壁族将士 只是奉命到此 请姬公子回宫而已 并无不敬之意 如有冒犯 还请前辈大人大量 多多海涵 乌记乌罗 如梦初醒 结结巴巴道 没有 我们 生气 不高兴 高兴 无罗仙子 灿然笑道 那便多谢 二位前辈了 朝着灵山石屋 微以行礼 又转身 对姬远 悬道 姬公子 此次 白大长老 代表长老会 请我将你带回 杨须山 为了避免 为了避免无辜生灵 遭受涂炭 请姬公子 随我走一趟吧 姬远璇身边 众黄衣男女 突然一起败倒 哭道 姬公子受奸人陷害 蒙不是其冤 还请仙子 蒙茶 姬远璇正容道 圣女仙子 姬远璇 清白一身 坦荡无愧 原本应当随 圣女仙子 即刻返回 杨须山 但眼下 奸贼还伺 父王生死一现 倘若姬远璇 贸然回宫 被定罪 问斩是小事 一物 父王生机 却是万回莫及的大事 还请仙子谅解 五罗仙子 促眉道 你说什么 皇帝陛下 还有转生的可能吗 姬远璇点头道 多亏灵山十位前辈 是一妙手 才挽回一现圣迹 五罗仙子 全身一阵 谗言片刻道 姬公子 请随我来 腰肢白骨 朝着树林中走去 姬远璇整理衣裳 随着那两个女童 大步跟上 众人面面相去 都觉姬远璇 这般贸然随行 太过冒险 倘若被五罗仙子 擒住绑回杨须山 岂不是万劫不复 那些黄衣男女的脸上 闪过幽惧之色 只有六侯爷 浑然不觉眼前之事 游字难难道 好白的牙齿 像是血浴石雕成 难怪 难怪说话声音 这般清脆动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